影响自己最严重的 就是命工的自化现象 这一条最重要 所产生的现象一定要记住 那都是不是别人造成的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命工自化剂的人 或者做生年剂的时候怎么办 他这种人情细脾气都不稳定 也可以说他是情实多因我正义 如果你的命工有这样现象的 你一定要掌握自己的性格 如何去改变 或者如何去加强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指挥斗书的讲座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最重要的命工 在命盘里面的命工 跟其他十一工所掌管的事项 包括人 地 事 物 会产生怎样的关系呢 这个产生的关系就要靠命工 命工我的想法跟我的行为 应用式化所带动 把你的想法跟行为 进入命盘的其他十一工 那如果自化剂就是自己了 因此这个入前科技就非常的重要 有一个基本原则你一定要掌握好 化入就是你浓我浓 我心甘情愿的 只要是你心甘情愿的就没有对跟错 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命运 化前是虐待狂 占有意 控制意 所以务必要掌握好 如果你以生计来会被别人所掌控 所虐待 所控制 占有的 都是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 化科是点滴在心头 有求必应 所以我们如果有业力因果在的 你要去哪里拜神的 一定要找化科的方向 你拜了神 你求的东西才有求必应 万一你找的方向跟你的事件 弄到了化剂星 那就一切尽在不原中相嵌在 所以你的命工化剂进入哪一工 你就跟那一工产生相嵌在 掌握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掌握好之后 接着就开始缓缓自己的命盘 影响自己最严重的 就是命工的制化现象 这一条最重要 你命工化路前科技进入其他工位 你都可以掌控 因为那是你的想法跟行为 但是你的命工如果制化的现象 包括化路 化钱 化科 化技 所产生的现象一定要记住 那都是不是别人造成的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因此凡是命工有制化的人 多半经不起考验 做事只有五分钟的热度 而且这种人比较善于原谅自己 遇到挫折 就会自己找借口 找台阶下 如果你的命工有这样现象的 你一定要掌握自己的性格 如何去改变 或者如何去加强 第一点 命工制化路的人 或者你的生年路 也在你的命工 这种人比较会演中间派 说话有技巧 又能够言之有理 不会得罪人 所以这种人可以让别人感到 他斯文有理又不出俗 讲话也懂得分寸 这种人非常好相处 第二种 命工制化钱的人 或者你坐有生年钱 为什么生年钱跟生年路会影响你呢 因为生年是代表你一个人的任务 跟使命进入你的命工 当然会影响到你的想法跟行为 这一点很重要 那这种人比较会为自己 或者自己人来辩护 他内外分得很清楚 是外人 是自己人 而且喜欢赚钱 任何事不信任他人 他一定要亲身经手不可 他怕到他的大钱 旁落到他人手中 所以这种人比较劳碌 也容易产生纠纷 第三点 命工制化科的人 或者是坐生年科的人 谈土很文雅 即使有轰度 不会脱口 说出三字经 这种人多半是比较内向 外表文质彬彬 会让人喜欢 自然的跟他接近 所以这种人的人缘都很好 第四种 就是命工制化剂的人 或者坐生年剂的时候怎么办 他这种人情细脾气都不稳定 也可以说他是情时多因我正义 情细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或刺激 而且潜意识里面就不太相信他人 有猜忌心过重的倾向 命工做生年剂的人 同时也还有劳碌跟人生的运途 多灾主的现象 所以检查自己的命盘 跟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命盘 第一道关卡 先检查他的生年剂有没有在命工 他的命工是不是自化剂 跟这样的人相处 你要纳纳的很准 如果是你自己 那你就应该要应用替代方案 设法来解决自己的想法跟行为 不要被以生计来的所牵引 因为命工于自化剂 其他十一工的事 都是你自己的想法跟行为所造成 你要去收拾这些烂摊子 掌握这个原则 好 命工如果你做的是生年科 又碰到自化路的人 你会感觉他说话有条理 又是轰度翩翩 是个很有修养的人 但是这个修养的程度 要看他手画的主心很重要 比如说廉真他很善变 比如说子维他很高调 命工做生年路 又红到自化剂的人 这种人心性忠厚 但是他不信任别人 他对别人说的话 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因为他会觉得别人 很像对他不利 所以这种人的心态要过坚强 而且要实时的反观自己 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 一定要掌握事实 眼见 现在眼见也不一定准 所以你要对于你所面临的问题 一定要审慎的评估 再来 命工做生年前又自化剂的人 一生自我困扰 容易是非争端很多 所以今天最重要跟各位 你的命工 自化路 自化前 自化科 自化剂 这都是你自己的想法跟行为所造成 如果又有生年的路 前科技进来 这是你以生的带来的任务跟使命 会跟你命工的自化 产生什么 先天的以生寄来的问题 影响到你这一生的想法跟行为 这样理解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推演 往哪里推演 往命工 其他的十一工 兄弟工 夫妻工 子女工 这十二工 十二工的工杆 如果有化路 化前 化科 化剂 再进入你命工 然后你命工又有自化 尤其是自化剂 你就可以想象 这十一工所代表的人 地 事物 都是要你这一辈子 自我困扰 所以要你收拾烂摊子 而这些烂摊子收拾完毕之后 还有一堆祸遗症要摆平 所以命工自化剂的人 他的一生都是多操劳的 因此要强大自己 要自己要有中心思想 自己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专业的知识 跟专业的技能 只有这样子 你才能够过强大 所以我常常跟命工自化剂的人 也就是我的同道 跟我一样的人 第一件事情我都会告诉他 你一定要本身有专业的技术 专业的知能 才能让你有充足的自信心 你才不会缺乏 自己觉得 常常怀疑自己 就容易被其他十一工所影响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希望我们看到影片的会员 看到影片的写者 都能赶快地检查 你自己的命盘 跟你身边跟你最亲密的父母 子女 配偶 还有影响到你生活的朋友 长官交易的对象 或者客户 这些会影响到你一生的 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要掌握他们 你才好跟他相处 你不要想去改变他们 可是你可以掌握他们的个性 跟他们的行为 这样子你跟他相处 你就会心里比较愉快 不会受到他情绪的影响 这个人怎么样 跟他欢喜欢得 那你就不会受影响 如果你自己 那你当然要好好调整自己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 那比如说 最重要的像 我命宫是物干 那么天机制化剂 那我加上我生年是饼干 天机就化钱 所以我是天机化钱 进入命宫 命宫的物干 造成天机制化剂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一般人像我这样子 命运一生都波澜 所以我常欠我们的学者们 看我影片的人 有制化剂的人 先强大自己 尤其如果你命宫 又有其他的星的组合 比如说煞星组合 阴煞的组合 那或者其他星 造成化剂再进来 你的第一个条件 你要掌握好你这一生 每一个大线 你都要调整 为什么 刚刚前面有讲 因为你的命宫一制化之后 其他十一宫的问题 都是你的问题 所以你在走入每一个大线的时候 那个大线的时间就启动 启动 你一定要做好调整 所以我常欠我们这种 制化剂的人在命宫 每十年的前三年 就要做好下个大线 该种的处理 比如说 我现在是68岁 我已经进入这个大线的最后三年 我在72岁就要跨大线 还有三四年 所以我就必须规划好 我下个大线该怎么处理 这一点是每一个人 命宫有制化的人 都要做好的准备 谢谢 如果你对于规划有问题 加入一字花 我们来好好的交流探讨 把你每个大线 你该怎么做 让你知道将来你可以自己规划 谢谢 好